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青木还活着 这是我们成亲的那天 我重生了 严慈 好好 我不碰你 我去外面睡 老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这一世 我不会再离开你 老天 咱们俩 岂不是天生一定 这么看 相果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一人 走 螢蟲和桃子 鸩红豆 若骨相似 知不知 龙队 滚出来 大清早就卧在房里偷懒 月子这么脏 你看不见吗 知道了 马上就来 快点 小虎 你把话给我放下来 这孩子真是小屁啊 亲自我是不是 二嫂 你也不管管他 我送给小虎的货纸 你留一张破纸而已 你大虎想叫什么呀 好啊 你只管生不管养是吧 今天我就替你来收拾收拾 这个小赌崽子 你走开 你别碰我这小虎 娘 你今天那说的是什么话 贱丫头 没大没小 给你二嫂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是她把我的话给撕了 我又没做错 小虎 你看啊 齐木 你看她 无法无天了 你管不管 娘管教的事 我带娘子向二嫂道歉 你 李齐木 你看她这脾气大的 这才刚进门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这过几年 岂不是要骑在你头上了 二嫂消消气 我会好好管教她的 这还差不多 小虎 小虎 吃糖 酒散了 酒散了 你个小崽子 你牵走是不是 小虎力气真大 了不起 小虎力气真大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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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娘子出气 小虎力气真大了不起 你不要披菩蛋是吧 你开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 我 你快点 你给我站住 你快点 力气呀 站住 你 励你呀 有沙 高啊 我要吃麻糖 还想吃麻糖 都怪你 你怎么管叫孩子啊 你去死 你去死 我娘说你就是个老不死的 娘 娘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都给我滚出去 你 砸开 我跟你们说 李家那个新媳妇 是个恶婆娘 成天欺负婆婆 竟给她生饭生菜吃 李家那个新媳妇 听说是恶婆娘转世 把她婆婆饿死了 把婆婆饿死不说 还敢埋了呢 你了不起了 就你小心灵通 那是 了不得了 只是要埋了 不行 我得告诉她赵婶去 告诉她赵婶什么 他随婶 你有什么新鲜事 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我呀 满大街的人都知道说 你埋了你婆婆 要不你在院子里挖坑干什么 笑话 你传鸟也就算了 还有脸来质问我 这可是我自己家的院子 我挖坑种花怎么了我 你怎么说话没打没响 真不懂礼貌 我好好与你问话 你张嘴就骂 不懂理觉得是你还是我啊 老月 你怎么和崔婶说话呢 你吵什么呢 崔婶 你别跟她一般计较 我今天还就计较了 我告诉你们 钱 我不见了 我看你家儿子还怎么心里敢扣 你怎么能出耳反耳呢 过去她雷药摘得找上门来 可怎么办呀 那是你们家的事 不是 崔婶 崔婶 你心情好 赵家可是出了名的地痞流氓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那是之前 现在不是有了这个温婶吗 你个死老太婆 我是温婶 我要是温婶 我第一个就把你带走 笑丫头 骗了 我以后是个好人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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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清末 你媳妇儿 太没礼貌了 真是崔婶儿啊 我差点不敢认了 您这几天不见 怎么又年轻了 您别和她一般见识 前几天我就说她了 欺眼太小了 您家崔婶儿有才有貌 那是天生的 你嫉妒得来嘛 还是情不了解婶子 不是吧 幸福你难道不觉得 她长得有点像 郭瓜妈 大崔婶儿 你先消气啊 我把她赶出去 行不行 你先把她赶走再说 少在这说大话 曲曲一个 零线补托的女儿 她那个爹还不待见她 我有什么不敢的 真有意的 明天我把妻目指开 然后我就把这个扫把心赶出去 都几点了还不去做 就不得了了 刚进门就打起嫂子来了 这是又怎么了 反了你了 今天大嫂子 明天还不收房子 我 我们李家要不起你这种女人 给我滚出去 那她打你 别找了 秦木一大早就去零线旧公家探病了 她帮不了你的 早饭煮得这么烫 我看你是存心要害娘 对不起娘 我下次一定放凉了再端给你 能不能别赶我走啊 你搞清楚 这是李家不是你家 对不起 娘 龙月 龙月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别动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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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家不是我家 我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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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觉 就是 啥